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出现在会议桌旁的小荧幕上 他以视讯方式和G7领袖们同桌开会 成为峰会第二天的一大亮点 今天峰会第二天将宣布的制裁措施 包括对俄国石油的全球采购价格设定上限 以及用俄罗斯进口商品的关税来支持乌克兰 G7峰会进入第二天 乌俄战争与扩大俄罗斯制裁依旧是讨论焦点 各国领导人寄出要禁止俄罗斯黄金进口 透过这个举动重挫俄罗斯的资金收入 布林肯表示黄金是俄罗斯第二赚钱的出口产品 仅次于能源切掉这条命脉影响不可忽视 各国扩大对俄制裁之外 英国首相强身也再次强调力挺乌克兰的决心 从去年疫情后 这是G7再次举行实体峰会 集结了全球超过一半以上的经济体 历经日本德国领袖更替 还爆发乌俄战争引发粮食危机 但今年峰会场外 大批乌克兰民众走上街头高举 G7害怕什么的标语 呼吁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制裁俄罗斯 就看一连三天各国领袖 还会端出什么样的决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